工場管理輔導法是為了解決農地違規工場的問題 民進黨宣稱此次修法將以農地工場全面納管就地輔導作為目標 但縱觀今天通過條文內容 完全可以說是讓違規工場就地合法大開後門 對比蔡英文總統曾說情政清廉愛鄉土 是民進黨不變的堅持理念 無疑相當諷刺 農地違章工場問題不僅是經濟問題 更牽涉國土規劃、食安、環保等問題 但此次修法過程卻只見經濟部一手主導 完全不見農委會與環保署的角色 期間甚至爆出主管違章工場業務的經濟部官員 於一場座談會中公開坦承操作假連署支持違章工場就地合法 並說修法通過後會募款、協助違法工場變合法等違法護航言語 不禁讓外界質疑經濟部此次修法是內神通外鬼 目的是在包庇違章工場 工夫法最重要的精神應該是要讓農地回歸農用 但是現在到底有多少違章工場 政府部門都回答不出來 這種情形之下還談什麼全面納管 而今天通過的版本除了落日條款外 我們看不到在福島的過程中 如何防止這些違章工場不再增建的處理機制與罰則 看不到工場若造成周遭環境污染 對周邊農民和社區有更多的保障 在檢舉機制下 為防止行政機關代呼職守的公民訴訟也未被納入 甚至連國民黨所提出的由行政院長召開行政匯報 針對農地違章工場處理情形 進行監督管考的建議 也遭民進黨以多數暴力否決 試問這樣的版本真正能夠落實土地正義了嗎 法律應該是為世代永存及福祉去努力而存在 所以我們希望在法通過之後 應該是要更積極地面對以及解決問題 否則毀農滅國的行為 將對台灣留下不可抹滅的傷害 登記發言委員軍理發言完畢